红通通的草莓新鲜上市 今年冷得早 季节水果草莓天冷大爆发 迎接着粉红的草莓季节 再加上圣诞节即将到来 新北市永和玉席里 举办了特别的应景活动 邀请大小李明一起动手DIY 造型草莓大福 新冠病毒的疫情的关系呢 大家其实也都是过得不是很开心 所以呢我希望在年底的时候 在耶诞节前夕 然后我们办理这样的一个课程 能够大人小孩一起来这里同乐 来捏索这可爱的草莓大福 捏索玉米粉整包了这个 拿起来稍微撒在上面 把它撒一下这样就可以了 把焦燕玉滴的草莓包进麻薯里 这个步骤算是简单 难的是大福的外形 要和即将到来的圣诞节结合在一起 指导老师设计了三款造型 让大家挑选 按着步骤SOP不慌不乱 就能够做出最有季节味道的应景甜点 很开心来参加我们廖一帮里长办的活动 然后她很热心每次都在有节庆的时候 有举办类似相关的活动 然后我觉得可以亲自一起来参与很开心 所以我们有做了三种造型 那这三种造型有圣诞老公公跟雪人还有礼物 那这一些就是要配合就是一些礼民 他们没有玩过这种东西的 所以我会去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方式 让他们比较容易上手 冬季限定版水果草莓酸甜的滋味 掳获大小朋友的味蕾 再加上用大幅做法包装成应景的圣诞节 这样的DIY活动 让他们感受到冬天里最美好的一切 记者李立如新北报道